但我都告訴他,不僅是聖靈,是需要處理生命,需要有好的教導 我每一方面都去幫助他,如何在聖靈的路之中去侍奉 我們剛剛說到去荷蘭的侍奉 所以我們都希望大家看到有聖靈的路,真是做很大的工作 其中有一個年輕人,在教會的同工都說,很難帶他去信耶穌 我跟他談談,回應他關於他的問題,然後我跟他祈禱 他祈禱經歷很大的平安興灑,他便願意信耶穌 這是一個年輕人,然後有對夫婦是完全新人 就是有人介紹,然後他來了,然後我亦為他祈禱 在祈禱,他兩個都經歷聖靈,兩個都信了主 而過後,在聚會完的時候,我又說,你哪個意願出來 我想示範,如何投入為人祈禱,讓他經歷聖靈更多 而這個丈夫便出來,她很特別,就是她很放 很放,後來她開始起落,她真的跟著整個過程 她分享都很開心,因為神可以讓她經歷起落 她覺得是非常好的事 我剛剛問周牧師,她也說,他們也有星期日回到教會 我希望她以後都會保持這個神的工作 其中有一個人,他們也說這個人不是很開放 有些人不是很開放,因為有些不好的經歷 但當他們聽到這些人,如何相信主 他們都很興奮 結果,個個都願意接受討告 其實個個都經歷聖靈 我知道這個困難,我求主幫助衝破 另外,有一間西班牙教會,我們都有去 我亦有教導和為他們討告 當我一說到神的愛,他們兩個人在哭 立刻在哭,然後很感動 我就停一停,不趕著叫他出來 跟著跟他祈禱,他就有很大的經歷 很大的經歷,也有很投入,很興奮的分享 我都感謝神,對於西班牙教會的影響 其中,這次我去到,亦有一個印證 以前說到,當我們走向神的路 神是會有不同的印證 其中一個,就是那裡的同工 他就告訴我,他就告訴我 他說,今天你講到的時候 我聽到有一個神的意念給我 而這個意念不是一下,拾一聲 譬如說,現在是神的意念 它是兩句說話 那兩句說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是我的愛子 你要從他學習 這個意念不是拾一聲一下 而是一個年半的意念 而他本身也是以前收過神的訊息 他就告訴我 因為我其實在廣道,廣道神的愛 之後我就分享 就是有人上到天堂 這個關子妹在香港 他上到天堂,就看到他的賞賜紀錄冊 他就很興奮 很興奮 然後他就說,我想看看葉牧師那本賞賜紀錄冊 因為我幫他力明更新 又幫他經歷聖靈 他很想看看 看的時候,他就說第一,很厚 第二,就包金 第三,上面寫著我的愛子 我看到的時候,我自己都說 我不配就是神的恩典 我多謝你 我多謝你 我要珍惜 我真的不是我好 而是神簡選我的 我就說出這個經歷 另外我都說另一件事 就是有不同的人都跟我說 他說,我要從你學習 有神的聲音和意念跟他說 我要跟你學習 今天我又收了一個電話 又很神奇 這些都是印證 就是有一個人 他需要釋放 有一天他想看其他的詩歌的時候 他本來想按他的詩歌 誰知道 一按就去了我的影片 然後他看 他一看就開始有釋放 就是看一段時間的釋放 他就已經有二十天了 一直這樣看 就是一直有釋放 他就很想找我個人分享 還有我們可以為他祈禱 其實我們已經約了時間 明天十一點在大圍 如果可以來的那些 你可以來的 明天十一點上座 他會來的 他到時也會說這個見證 本來他找另一個影片 就是神被他踢去那裡 這真是神喜悅 歸詩這個人說到 這事我愛子 其實這句說話我真的覺得很不配 當然我們都是愛子愛女 但是他特別用這個字眼 神稱讚耶穌的時候 都是這樣說這個愛子 你要聽他 我自己說神啊 我不配的 是你提醒我 我們就真是回應 我想說什麼 你一個人都可以的 只是當你全個心裡喜歡神 有些人就說 哎呀很難走神的路 我就說很簡單 你做不夠好 你就求主赦免 耶穌一定赦免 天又歡喜 那你心裡告訴自己 我一悔改神就歡喜 第一 第二 我一親認神 神就好笑到見眼不見眼 我一愛耶穌 耶穌就開心得不得了 你一祈禱就說 耶穌現在很歡喜 然後當我們侍奉神 我們又說 神現在又很開心 神一定賞賜我的 就是時時用這個正面的動力 我們就會更加容易侍奉 不是說 死了 死了 我又要處理這麼多問題 我要做這麼多事情 然後才可以得神喜悅 但是呢 你可以說 我一悔鬼神就歡喜 我一親近他 他又歡喜 我一遵從他又歡喜 這樣便會覺得容易 當你每天都是這樣 我走完神的路 我們每個都可以被提升 也會在生命中得到不同的印證 我感謝神給我的印證 至少有十次是有人 未知我已經看到 關於我的意象 或者神的異夢 都是神的祝福 不是我的好 但是神是喜歡confirm人的 就是讓人知道祂是喜悅 我希望今次這個見證 也鼓勵大家 走完神的路 神一定會祝福你 在你生命中的印證 讓你更加有力量 多謝主 榮耀歸比主 我們配搭是神的一面 謝謝大家